请问这里有人很害怕昆虫吗 有谁看到蜘蛛屋会发抖 有谁看到蜻蜓会逃跑 现在让我来跟你们说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女孩 名叫安尤塔 仔细听哈 真的非常恐怖 安尤塔她很害怕各式各样的昆虫 当她看到飞蛾 她会立刻躲到桌子底下 哦 好可怕 当她看到蚂蚁 她会立刻跑到宿舍 哦 好可怕 有一次 她的弟弟维卡出门去玩 安尤塔的妈妈想请她帮忙打扫家里 安尤塔 去拿储藏室的吸尘器 洗一下客厅里的地毯 麻烦你咯 但安尤塔不想去储藏室那边 因为里面有一只蜘蛛 支着很大的蜘蛛网 安尤塔小心翼翼 慢慢地打开 一种恐惧感 一面袭来 储藏室里头 烏气抹黑 要怎么从里头拿出吸尘器呢 我才不要穿过这片蜘蛛网呢 算了 我看还是碰碰看运气吧 安尤塔小心翼翼地把储藏室的门打开了一点点 这样蜘蛛才不会注意到她 她把摸到的东西一件件搬出来 首先 她搬出爸爸的滑水板 接着是地球鱼 然后她好像摸到电线 她把她拉出来 结果拿到的不是吸尘器 而是一转坏掉的台灯 一个烫衣板 还有一辆老旧的脚踏车 差一点砸在她身上 哦 我们似乎把宝贝都藏在储藏室 在这里了 算了 你去厨房 把垃圾拿出去丢吧 哦 拜托 我不想丢热树 这里有蜘蛛耶 很恐怖 她还有长长的触见 可见一瞬间 吃掉一个小女孩 安尤塔鼓起所有的勇气 决定这么做 我会抓起垃圾 然后往外撞 这样蜘蛛就吃不掉我了 安尤塔抓起整个垃圾桶 冲到门边 结果 稍后掉了满地的厨余跟垃圾 弄得很脏 在垫子 椅子 桌上 整间厨房里 垃圾掉的到处都是 现在呢 如果你不想拿垃圾出去 那么就去阳台 乖乖叫花去吧 阳台 这个字让我想哭 这里有超大只的蝴蝶 比蜘蛛还有张人很有恐怖 因为它会飞 它会从上床攻击 从左边 从右边 我完全没有胜算 好吧 真心看着花 尽可能保持安静 也许我可以用浇花器反击 安尤塔开始浇花 可怕的蝴蝶注意到了安尤塔 开始挥舞它巨大的翅膀 女孩连忙跑到阳台的角落 她撞到了两个坟增 她跑到另外一个角落 弄掉了消化器 她跑回室内 躲到桌子底下 上台上班弄的到处都是水跟泥土 储藏室里的东西 还有垃圾 掉的到处都是 真想知道是谁弄的这么乱 谁 是蝴蝶 蟑螂还是蜘蛛 妈妈烦恼的叹气 然后开始清洁阳台 还把垃圾聚集起来 然后也清理了地毯 这个时候 安尤塔的弟弟维卡回来了 马上跑来找她 看看这只美丽的瓢蟲 你想摸摸看吗 嗯 你不怕它吗 它不会呢 没有冒险就没有消耗 你看它多么娇小 你再换换我 我又断又强壮 安尤塔终于明白了 可怕的爬虫类和其他恐怖虫虫 只是看起来很危险而已 亲爱的朋友们 它们其实比别装还要小 我们可是比它们大很多倍 根本不需要害怕 快点老师告诉我 你会非常怕黑吗 我以前也非常怕黑哦 有一次 我害怕到整个晚上盖棉被 都带着手电筒睡觉 直到某一天 有人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只很小很小的小虫虫 它也非常非常怕黑 就像你这样 从前从前 在黑暗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小虫虫 非常普通的小虫虫 它所居住的森林 也跟你见过的其他森林 没有两样 但每天晚上 当白天变成黑夜 森林变得非常非常暗 陰酸酸的 这只小虫虫 就会开始觉得非常害怕 怕得直发动 有天晚上 小虫虫坐在一片叶子底下颤抖 它看到各式各样的恐怖怪兽 有一只长长尖牙的怪兽 嘴巴张得像行李箱那么大 另外还有一只 伸出尖锐的爪子要抓它 时间越晚 森林就变得越来越可怕 天色越暗 它就越来越害怕 终于害怕的小虫虫 再也受不了了 它大叫 我好害怕 好害怕 妈妈 救命 妈妈 帮帮我 森林里的动物们 都被叫声吓坏了 半梦半醒之间 它们搞不清楚状况 只好到处乱跑 小虫虫看到大家在森林里到处乱跑 它更害怕了 尖叫的更大声 救命啊 我好害怕 这只小虫虫制造的噪音 眼中干扰到一个可怜的森林小精灵 它每天早上都得飞去学校 学习各式各样的魔法 但因为它睡眠不足 它在课堂中都无法专心听讲 反而一直打瞌睡 每个人都知道 如果上课的时候睡着了 你的成绩就会变差 小精灵下定决心 要解决晚上的噪音污染 它趁着天黑去找小虫虫 它这样说 晚安 小虫虫 你为什么老是大喊大叫的呢 看看四周 动物们都被你吓跑了 它们为什么要逃跑呢 小虫虫问 因为你啊 你是个怪物 我才不是怪物 小虫虫哭着说 我那么小 我很害怕 嗯 那我怎么不会害怕呢 小精灵问 我也很小只啊 没错 可是 小虫虫接着说 看 你有很大的专容 所以 什么都吓不着你 好吧 真急手 我得做一个一样的灯笼给你了 脚板 坐垫 刺猬 一 刷子 小鱼 海绵 二 起司 番茄 砂糖 三 嘻哩呼噜 灯笼出现 蹦 可是却没有出现 像小精灵一样的灯笼 小虫虫讲出了会发光的尾巴 这就是你上课没有专心听讲的结果 小精灵在心里想着 小虫虫笑了 他发现长着尖牙的怪物 还有那只嘴巴张得像行李像的大怪物 都变成腐败的树根 透过他尾巴的光芒 有尖爪子的怪物 原来是棵频繁的杜松树 突然间 发光的小虫虫了解到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每天晚上他会点亮尾巴的光 在夜晚飞来飞去 直到早上 然后利用白天补眠 至于森林小精灵 在睡着以前 面带微笑地盯着那颗闪亮的小星星 看着他在宁静的夜里 轻盈地穿梭在树丛间 好了亲爱的 时间到了 我该说晚安了 有时候你可能以为在黑暗中 看到了什么东西 但你绝对不要去害怕 相信我心情保持愉快 一夜好眠之后更能好好学习 快点睡觉吧 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 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动画动画在哪里 按下这个麦克风 马莎与熊就放松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来试试看